大陸街頭對滴滴網約車檢查越來越嚴格 滴滴出行公司內部也因為捲入刑事案件 面臨史上罪言整改 這個事情就什麼事啊 再出問題再拿錢賠償 那能解決問題嗎 8月24號浙江溫州一名20歲的少女 被滴滴順風車司機搶劫性侵後殺害 而就在110天前 鄭州一名21歲的空姐才慘遭相同厄運 滴滴順風車的安全問題備受外界質疑 從5號開始 包含大陸交通部在內的10個部門 組成了網約車順風車平台安全檢查組 要求滴滴更嚴格審查司機資格 還要在APP上加裝一鍵報警功能 客服人員需從5000人 貨員到8000人 足以指引每位客戶打來的眉通緊急扣印 環運車上也會試運行全程錄音的服務 整改還是有必要的 讓我們出行更加安全 更加有保障 短時間內要重新建立起民眾 對滴滴的信心 很難這家大陸的獨角獸企業 重重疊了一跤 背後的女強人滴滴總裁柳青 發表一份道歉聲明 坦承自己所帶領的滴滴好勝心 蓋過了初心 柳青1978年出生 父親是聯想集團創始人柳傳志 但這位聯想千金不成副業 從北大畢業後攻讀哈佛研究所 同年入職高盛亞洲 摸爬打滾12年 柳青跳槽滴滴 短短6個月就升任滴滴總裁 我們的目標是購入2018年 每天的運動60萬元 60萬元的運動 就是5.5%的運動 加入滴滴以來 柳青協助CEO成為 將滴滴打造成 包含順風車代價等 多種業務的一戰式平台 事業一帆風順 但柳青的健康 卻突然亮起紅燈 2015年10月 她被診斷出罹患乳腺癌 聯想公主的人生 第一次遭受重擊 一個三個小孩的母親 那這中間就是 可能很多母親都有這種經歷了 就是你要把工作 生活 對吧 工作和生活要平衡 你要照顧好小孩 要做這麼高強度的工作 柳青沒有被病魔打倒 治療兩個月就重返商場 而且越挫越勇 2016年柳青帶領滴滴 達贏與Uber的第一場大戰 Uber從此退出中國大陸市場 滴滴也順利收購Uber中國 同時還獲得了蘋果 10億美元的投資 你知不知道 Apple 最近最近的公司投資了 我們很羨慕地做這個 柳青領軍的滴滴 已經是大陸的網約車霸主 卻因為在在捲入命案 形象受到重挫 如何讓滴滴 絕處逢生 挽回消費者信心 成了柳青直牙的最大挑戰